大家好,我是让你学习英文小兮兮的感兮 我今天要讲什么呢? 今天要讲有不一定have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今天拥有你男朋友的生猛怀事 那你以后一定会have他的天长地久吗?不一定吧 比如说你现在有市值今天市值100万的顾问 你下个月的今天还会have一样的100万吗?不一定 那换成英文的话 就是中文的也不一定是英文的have 这两个不一定会同有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 因为在你的观念里你就会觉得有就是have have 就是有 这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是有时候的确是这样 比如说我有一台车 我有 I have a car 没错,我就是have 但是最古时候就像这一句 你昨晚有加班吗? 中文会这样讲 昨晚有加班 那你就会想 Did you have work overtime last night? 有啊 有加班 那你就知道老师会跟你说 不行不行 不能这样 不能有have 只要想 Did you work overtime last night? 这样就好 那或者说 不要告诉文家 我昨晚有加班 中文会这样讲 我昨晚有啊 有 然后但是你想说 那我英文应该就是这样的啊 我有加班 而且你看老师 昨天晚上哦 我还跟你用过去是叫have 哦 其实不行 根本就没有这个 我根本不会忘了 那你有加班 叫过去是 I have work overtime last night 好 那既然中文呢 有固定等于英文have 所以反过来也是 英文用have 但中文不一定翻成有 譬如说 我养肥是狗 中文想是养 但是英文可能是说 I have a dog 英文用have 但是呢 中文可能是反正要 或是说 我这个周末要开他 那英文叫做 I'm going to have a party this weekend 那 英文的话叫做have a party 开个派 但是中文可能没有开 所以完全不一样 所以告诉你说 中文跟英文真的差很多 你如果一直要去纠结说 为什么他们两不一样呢 然后你就觉得英文真的好难 那你就是真的不要养肥 他本来就不一样 就像回到你刚刚说的 你拥命男朋友 海市山峰 就一定会天堂地久 当然不一定啊 你一直觉得感情就是 一定不会变 其实不见得 所以珍惜当下是最好的 你也伸到英文的说法 就是说 你现在看了这部片 马上就把它学起来 不要想说 我把所有的片存起来 但是呢 我等到有一天 一个黄道机器在看 你基本上 你可能没有那一天 因为每天都会忙 你现在看到 现在就会好吃 我把它放到你的大楼里 写个大楼里 写个大楼里 好 好 好